二、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,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,以及提供海外僧且、耶护经费,待国外僧众寻找、护取功德主等行动。 三、国内外急难救助,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。 四、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、发放等。 只要是护持众生、利益众生的善行,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村外不远处有一片湖泊,这里是鸭子最喜欢的地方,他们每天都会来这里游泳歇息,寻找食物。 等等我们,你们游得太快了,等等我们。 你们这些小家伙快点啊,前面那片芦苇边上有很多美食,我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呢。 嗯,真是美味啊,今天我要饱饱地吃上一顿。 对,吃饱后浮在水面上晒着太阳才舒服呢。 就在鸭子们每餐的时候,芦苇丛中有一只水炭正盯着它们,这个家伙不敢攻击成年鸭子,于是将目标锁定了后面的那两只小鸭子。 这群讨厌的鸭子竟然把这里的鱼虾都给吓跑了,哼,你们吓走了我的食物,那就把你们当成食物来吃。 我们快去啊,要是去晚了可就没吃的了。 哎呀,救命啊,救命啊,水鬼,水鬼出来了。 不好,是水炭,这个可恶的家伙,竟然还敢袭击我们的小鸭子。 我们快去帮帮那个小家伙。 哎呀,危险,快跑。 小家伙,你没事吧? 没,没事,刚才那是什么,好可怕啊。 是啊,它是不是水鬼啊? 它叫水炭,通常喜欢躲在芦苇丛里,我们这里好久没出现水炭,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跑来的。 如果它在这里挨家了,那以后我们来这里可就危险了。 你放心好了,水炭一般是不会袭击我们这些情类的,因为它们喜欢的食物和我们一样,都喜欢水里的鱼虾。 哦,那它为什么要攻击我啊? 它们有时候是会袭击我们,尤其是会袭击那些还没长大的情类。 这多半是出于娱乐或是猎杀的习惯。 看来我们以后得离它们远一点。 只要我们大家在一起,水炭就不敢攻击我们,所以到了湖里后,你们一定不能独自乱跑哦。 嗯,从那天起,鸭群总是成群结队地来到湖泊,尤其是小鸭子们。 它们非常害怕长得像水鬼一样的水榻。 可是,许多天过去了,它们却再也没看到水榻的身影。 那只可恶的水榻,好久没看到了,它是不是离开这里了? 希望它是离开了这里,只要它留在这儿一天,我就一天不安心。 你们放心好了,这么长时间都没看到它了,它一定是搬家了。 没错,水榻是喜欢搬家的动物,隔些日子就会搬一次家,一点都不嫌麻烦。 太好了,这样的话我们就安全了。 是啊,这样一来,我们也可以去芦苇丛里玩捉迷藏了。 水榻,水榻,这里面有水榻。 孩子,不要怕,我们来了。 种鸭子钻进芦苇丛后,惊讶地发现,在芦苇丛中的一块空地上,趴着一只奄奄一喜,眼睛无法睁开的小水榻。 哎呀,这只可怜的小水榻,竟然是个瞎子啊。 是啊,看来水榻是将这个瞎眼的小家伙给抛弃了。 世榻榻,世榻的他根本没有办法在这里活下去,你看,他都饿得一点利息都没有了。 他真是可怜啊,是啊,要不我们帮帮他吧。 我们哪有能力帮他呀。 我们只能去求助主人阿顺了。 对,我们让阿顺来帮忙。 你要干什么? 赶快去湖里玩啊。 怎么回事,难道出事了? 看来他们真的是遇到了麻烦。 哎呀,是一只小水榻。 可怜的小家伙,看来是饿得一点利息都没有了。 走,我带你回家每每吃一顿吧。 就这样,阿顺将小水榻抱回家,并喂了他一些食物。 吃饱后的小水榻很快便恢复了体力。 爸爸,这只水榻的个头也不小了,怎么还没睁开眼睛啊? 哎呀,不好。 这是一只虾岩水榻,所以才会被抛弃。 可怜的家伙,如果没有人照顾的话,他会死掉的。 爸爸,那我们就养着他吧。 好吧,不过我们要将他养在哪里呢? 爸爸,你看,小鸭子在帮他带路呢。 我看就让他和我们家的鸭子住在一起吧。 好吧,真是不可思议。 水榻竟然能和鸭子成为朋友。 爸爸,你不知道,他就是鸭子带着我找到的。 我想鸭子也不忍心这个小水榻被饿死吧。 鸭子真的将这只小水榻当成了朋友。 他们不但会带着他在院子里玩耍, 而且还会带着他一起去湖里游泳。 小水榻呢?小水榻,他跑哪里去了? 他不见了,不好了,小水榻不见了。 他在那里? 这个调皮的家伙,刚才一定是潜水了。 哎呀,阿顺呢,你家的鸭子疯了吗? 怎么朝水榻那里游去了? 水榻会咬死他的? 不会的,那只水榻是我家鸭子的朋友。 水榻和鸭子会成为朋友? 我要不是来找你,你又迷路了,以后不准再潜水了,知道吗? 哦,我知道了。 王叔叔,你什么时候来的? 忙完工作刚刚来。 哈哈,阿顺又长高了。 哎呀,小水榻? 你的鸭群里怎么会有一只小水榻? 他的眼睛瞎了,所以我一直养着他。 王叔叔,你知道吗? 这个小水榻和我家的鸭子都成为朋友了。 瞎眼的水榻?我看看。 这个家伙的眼睛没有打开,所以才看不到东西。 只要给他做个小手术就行了。 王叔叔,你是说只要做个小手术, 这个小水榻就能看到东西。 没错。 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。 你是兽医,做这个小手术对你来说应该不成问题吧? 没问题,这事就交给我好了。 当天,王叔叔便给小水榻做了一次眼检切开术。 手术非常成功。 几天后,蒙在眼上的纱布打开了。 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的小水榻,显得非常兴奋。 爸爸,你看,小水榻能看到东西了。 是啊,你看他高兴的样子。 这个小家伙真是调皮啊。 阿顺,带他们去湖里玩吧。 尤其是这只小水榻,让他去湖里玩会吧。 嗯,他看到湖水后一定会很兴奋的。 小水榻,你跑哪里去了? 这个家伙一定又是潜到水里了。 就在这个时候,一条水蛇也正朝小鸭子那里游去。 小水榻一惊,加快速度朝水蛇那里游去。 我看到他了,他在那里。 哎呀,你干什么? 不准伤害我的朋友。 天啊,刚才真是太危险了。 如果不是小水榻冲过来,这条蛇一定会将我们咬伤的。 两只小鸭子看着小水榻将水蛇赶走。 他们露出开心的笑容。 从今天起,就由我来照顾你们吧。 小水榻,谢谢您。 硬经功德殊胜行,无边圣福皆回向, 普愿成立诸众生, 素枉无量光佛叉, 十方三世一切佛, 一切菩萨摩赫萨, 摩赫般若波罗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